罗慧玲,一名来自台北的教师,现任教育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。 2018年于该校签约三年,他常年钻研国学典籍,教学生动活泼,在校园中读书一指。 罗慧玲告诉记者,两岸间就教学方面而言是相互交融的,他在胡诗院也感到非常开心。 在胡诗院我觉得我们自己文学院还是学校,不会太去框架我,就是不会去告诉我说我这个能不能做,这个不能做,那个不能做,我觉得还蛮让我有发挥的舞台,所以我还蛮开心的。 然后我觉得就算是作文的技巧,然后文字有一点不一样,但是无碍,我觉得无碍学习,我觉得还算是教学方面还算是可以互为融合。 除了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台湾同胞享有同等待遇,近年来也不断有台湾学生来到大陆进行求学与深造。 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的台湾教师阮俊中表示, 他见证了本校台湾学生的增多。 我们是从16,15年,16年就有开始有台湾学生来的,那来了以后,他们可能透过各种不同的,有的是通过学测的管道,有的是通过免试的管道来的, 对,那就开始渐渐渐渐渐的,就对于可能包括学校的港澳台办,也必须要对他们有一些相关的照顾或者是照应这样子。 此外,依据浙江省76条会台意见,在本省合法就业的台湾同胞的子女,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与所在地学生享有同等待遇。 在浙江传媒学院就读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台湾学生张彩玲表示,她的父母就已经在大陆定居,而她将来也会留在大陆发展。 更多精彩,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建议 Defense 修 求有 他和修我是 修塑